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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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八渡 七渡 六渡 五渡 這很奇怪的地名 你不覺得八渡 七渡 六渡 五渡很奇怪 那個渡這邊一個記者的渡 那個叫渡嘛 渡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在漢文裡面這個渡是什麼意思啊 那麼日本總督府 一久時代日本總督府 有一個官員叫做安倍民意 安倍民意的安倍就是安倍晉三啊 日本首相的安倍那個安倍 安倍民意啊 是明天的民正義感的意 安倍民意有一本書名 有一本總督府出的一本書很重要 叫做台灣的地名研究 台灣地名的研究 這個七渡 八渡 五渡 六渡的渡呢 是用泥土建的一個土牆啊 那為什麼要用泥土做一個土牆起來呢 說為了防止歡害啦 防止原住民出草就對了 如果這樣說起來就像這個清條所說的土牛啦 土牛啦 但是呢實質上啊 安倍民意啊 他是日本總督府的官員 但他不是學術研究的專家 這本書呢 台灣地名的研究常常被人家引用 說台灣地名來玩啦 他這本書都有什麼嘛 但是這裡面錯誤百出啦 錯誤百出的原因在哪裡 法國剛才說的 他不是價降的研究的專家 他是瓜緣啦 瓜緣當然為了行政措施上他 日本人算是很慎重 唯一做民意調查啦 田野調查方問看看啦 但是必須日本人啦 對台灣圍啊 虎羅圍啊 客圍呢 不熟悉啦 所以不熟悉的結果呢 他隔了一層去研究 去做田野 而且他是公務人員啦 為了公務上做報告用的 他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啦 所以安倍民意說 誰的這本書裡面 說台灣地名來玩啦 錯誤百出啊 到處都是錯的啦 問題是總督五出的啊 大家都要引用啊 結果一本啊 這有系統第一本出來的書裡面 錯誤百出 後面引用的全部分都不對 啊你如果對著李梅珍 那輪文這麼有抄的 他本來就什麼不對 抄啊抄不對 後面又越抄越抄越不對 所以台灣有一半以上的博士說是 花哥是華語的 為什麼華語啊 因為那些論文都是抄百人的啊 另外就是 抄資料的啦 抄資料的啦 他都沒出去做田野啊 欸 花哥的經驗跟他有趣 在學術上喔 被好幾個博士討論過 開討論會 在懷疑這個問題 我去到鄉下一廳啊 一聽啊 一聽下去 那為什麼 這些博士都沒有下到鄉 鄉下去 讓人家坐下來喝茶喝茶喝酒 慢慢來探聽看看 也就是說 他是只是在學校裡面 辦公室裡面 圖書館裡面抄資料 我抄你的 你抄我的 很多 很多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你研究還要試 結果 你如果去到鄉下 聽老人說一句話 你突然訪來大夫了 你知道嗎 花哥說是最簡單的啦 牽丁大街 蛤蘭公主 沒有 我還不是說過 一直說那個廟 什麼 當季啊 父親啊 說他是荷蘭的公主啊 爸爸公主啊 讓人台詩在這裡 所以 沒那麼記念 他就蓋一個廟 叫做荷蘭公主啊 結果 很簡單 陳耀昌為了要寫這個 羅妹號 寫那個 咖哩輝這本修書 他去那個地方 那哪有可能荷蘭呢 荷蘭人的大使館 在台灣大使館的人 聽說那個是台灣人 在拜的荷蘭公主廟 他也把那個 留在那裡的船的 東西拿回去 你覺得 不是荷蘭船啊 歷史上也沒有這個公主啊 當時荷蘭沒有公主啊 後來呢 陳耀昌呢 懷疑說這就是 羅妹號事件的時候 被殺死的韓特夫人嘛 美國羅妹號的船長夫人嘛 但是他還沒有 他是華語 合理的華語啊 他沒有 他找不到證據啊 後來有一天 我給陳耀昌醫生講 你敢知道我去做田野文 那個時候我在屏東那麼多年啊 有些魚前的老漁夫 我在吃中午 他在開港的時候說 他很自然的事啊 為甚麼 你知道那個 那個那個 河南墾丁大街 南方那個海面上 如果在那裡出交沉默 欸 你早上的時候 那個水是向東流的啊 海流是向東流 向那個太平洋去啊 你知道下午過了三點以後 他是向西南流啊 我的船在那邊外面 外面有一次船是去東流就飄飄飄 就飄到墾丁大街啊 這句話是多震撼的話 你知道嗎 那一直在研究那些 這些學術研究的人在那邊 用文獻在記載的 不可能想到說 在那個外海沉默 墾丁外海沉默 到了下午三點鐘 那個海流會飄到 會飄到這個墾丁大街底下嘛 所以為甚麼 真正的知識要去 要去到田野去 那個老漁夫在那裡 一死人在捏魚 一死人啊 你在讀書 你要不要跟他問過啊 你問一下就知道啊 原來會不會三點以後 這個海流方向會改變 準嘴然會飄到 這個墾丁大街的海灣上面 這個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所以呢 安倍民意也犯同樣的錯誤啊 他不是專家 還不可以扛丁 不可以扛丁 所以自己的地名就寫不中他 都 他漢文不錯 他就根據清朝的資料 還反過來變一半 他就不去田野做了 所以呢 好 八度七度六度五度 後來為甚麼被推翻呢 他說 你說為了防止原住民出草 你知道嗎 八度七度六度五度 你查得很清楚 從清朝的中葉以後 他那個平埔族 他那裡的平埔族 已經 叫做馬里西亞 叫馬里西亞 馬里西亞已經完全漢化了 他已經完全說喉嚨話了 馬里西亞的平埔族 他已經不出草了 跟喉嚨人已經 合作會啊 混血在一起啊 他是喜歡啊 喜歡哪裡會出草呢 他早就已經漢化了 所以按被民意講說 那個八度七度六度五度 是一個土牆 為了防止原住民出草 經不起考驗了 不對的嘛 那麼後來 怎麼樣發現說 八度七度六度的意義呢 你如果抹草嚨就知道啊 荷嚨嚨說 一道牆壁叫做一刀 一刀牆嘛 一刀牆啊 一刀牆啊 原來牆壁 荷嚨嚨就說一刀牆嘛 所以在刀牆壁有關係嘛 好 你一間房間 一間房 那是荷嚨嚨 你還算房間的單位啦 一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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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的房間你如果很大 很大的房間裡面要 價倆的牆壁 叫做三度 對不對 所以度呢 有的時候算那個單位面積啦 那一間房呢 是比較模糊的說法啦 所以同樣的那個間 它其實是 比較像跟北京語的意思一樣 但是荷嚨的一刀像啦 那單位跟一間房的單位不一樣啦 很多人把北京畫的一間房間 和荷嚨的一刀兩刀的單位呢 這個氛圍一談啦 錯了啦 所以你看看那個北京說紫禁城 紫禁城啊 紫禁城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房 那台灣人認為說九十九千 喔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房子啦 房間有九千九百九十九 不是啦 北京畫的間是算單位啦 和荷嚨的這個間 一間房的間 單位不一樣啦 荷嚨的一間房的間 沒有那麼準確的單位面積 但是比較大的房間 他就會把他計作幾個房間 那把他計作幾個房間 他就一刀像 兩刀像 三刀像 反而這個刀呢 是算單位的 好這樣來講的時候 還是講不通啊 什麼叫講不通 八刀七刀六刀五刀 哪有像啊 沒有像啊 沒有像啊 沒有像 我們就要再問啊 阿荷嚨的漢字裡面 一刀像 兩刀像 啊 七刀像 六刀像 的刀是什麼意思 你又把他查下去 發現什麼呢 荷嚨人很奇 很奧妙的 那荷嚨裡面 荷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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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是 好 那麼基隆河 七刀八拐 難道只有这四個地方 是拐彎的嗎 八刀的的時候在 七刀的書在 六度的地方 五度的地方只有這個地方 基隆河 彎來彎去只有在這個地方 四個地方有彎區嗎 答案當然不是啊 彎彎區區 穿過那個北部的從水風開始一直彎來彎去的基隆河 其實是只有彎那幾個彎而已 原來河路的那裡 八度 七度 六度的那裡 是很親密的一句話啦 河流在彎彎的地方 剛好有一座山在那裡 那個才叫堂 好像河流彎不算 河流彎過來的時候是一條 一個小山把它隔開的 就是說河流的彎流是一座山在它撞掉的 那叫做堂 那個山 小小的山 那是多大的牆壁啊 你想看看 就用一堂像的堂這個單位的 來看河流旁邊有一座山 那座山擋在那裡 沒說一堂像的跟河流彎掉的 彎掉河流就要轉彎 繞過那個山腳下 好 河流繞過那個山腳下的地方 叫做堂 喔 這樣你就懂了吧 所以基隆河哪對 伊蘭那邊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五度糕啊 五度糕啊 下來 坐飛車 沒多久 六度糕啊 六度糕啊 都跟你到六度站了 還坐下去 七度糕啊 七度糕啊 對不對 八度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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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度六度 七度八度一直下去嘛 啊 所以呢 你如果是這樣一直 算下去就到十字啊 都到四子啊 就到南港啊 所以呢 從基隆八度 七度 六度 五度到十字到南港 然後接著你就知道要說要到台北啊 要到台北啊 這就是基隆起算 從基隆 啊 往這邊過來的就是八度 七度 六度 五度到十字到南港到台北啊 剛好到伊蘭就到過來了啊 啊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堂 往來就是河流 彎流 旁邊有一座山在凍條的 那叫做堂 好 那麼既然就是已經到了五堵 那麼四堵在哪裡呢 啊 竟然跳到北那裡啊 北那 那是北四溪啊 已經不是基隆河啊 但是你到北那 北那你就知道了 你看那河流 你看 那形狀都一樣啊 北四溪流到這個地方轉了一個大灣 為什麼轉了一個大灣 有一座山在旁邊 它繞到那個三角下繞過來啊 那條河流就變成叫做四堵溪啊 四堵 四堵溪啊 啊 所以那個四堵呢 都是在 平臨 在北四溪已經和基隆河不同河流 但是因為地形一樣 跟八堂 七堂 六堂 五堂一樣的地形啦 所以叫做四堵啦 這四堵呢 是完全地形一樣 但是地方不一樣 那就是八堂啊 那麼我們就在算啊 那一直過去呢 一直往那個宜蘭那邊去 那有沒有三堂 乙堂 陶堂呢 答案是有的 那麼這個三堵 二堵 頭堵在哪裡呢 既然在東山河啊 在東山河 但是你到東山河去看的時候 欸 東山河怎麼換那個 瓜哥你不是剛剛講 一個河流的灣流上面有一座小山 叫做渡嗎 啊 東山河沒有啊 東山河流在南洋邊是白的啊 啊這三堵 乙堂 陶堂的地方沒有山啊 啊為什麼在東山河有三堵 乙堂跟陶堂呢 老地名啊 啊 現在已經沒有那個地名 但是以前就是三堵 二堵 陶堂啊 老的人知道啊 啊為什麼沒有山 有河流灣流就要堂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又不一樣呢 那後面就忘了 好酒店 私人會的國 програм 哈哈哈 我們здee 哦 我們 我們 非常 跟你